高雄也是涌入了爱的力量 超过70位志工忙进忙出 合力接运物资装箱打包祝福礼 可以看到现场是有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 还有不少是白发苍苍的志工 团结力量大 要赶快把2500份的安心祝福礼 送到乡亲手中 来 车就过来 红衣超米夫125箱 还有小红衣超米夫 这里13箱 13一二五嘛 一车又一车的物资紧急持缘送到位 数量庞大考验志工的速度与智慧 好 爱心人士不断从全台各地涌入高雄 把握休假日来奉献心力 地址要做好防台风筝 对 我跟你说你一手这样抬着 这样抬过 这样摆得真正 双手不曾停过 只求把祝福加倍包进信封里 志工来就自动就会 自动就位 随时需要什么自动就位 人力随时补位 包物资动作迅速利落 排出流畅生产线 有人把干粮整齐放进体袋 后头是备妥箱子 清点数量再装箱 70多名志工上井发条 只要另外一档就好 这样数量就比较好算 现在先来2500份的那个物资 物资那我们先把它打包起来 然后我们就交给那个持发处 老中心慈祭之工们起居一堂 可以看见有母女党来报到 愿意啊就是跟她讲 然后她也觉得要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连满头白发的80多岁阿嬷级志工 都带着全家人一起来付出 第一名吗 好 谢谢 我妹妹是泰兰的 我就带我那个印尼的妹妹 她陪我带她 我们是今天来做那个福田 做完了这边打包就顺便来 上轮有这个福田给我们做的话 其实我们就应该把握时间的 去好好去做 志工总动员2500份的安心祝福力 充满着爱的力量 希望夫位守宅乡亲的心也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大一新闻陈品杰电影中高雄报导